美国总统拜登8月20日下午宣布,提名伯恩斯作为新任驻华大使人选。 这里拜登1月20日就任美国总统整整7个月,离美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于2020年时初卸任。 已过去了10个多月,中美关系冷了10个多月,经历了反复磨合,终于从低谷中艰难上行。 迎来了拜登政府第一位驻华大使,伯恩斯虽从未在中国任职,但却是国际关系中一位老熟人。 他是一位资深的外交家,服务过多届美国政府,包括共和党和民主党执政的政府。 他是第41任美国总统老布什总统的苏联事务主任,参加了所有美苏首脑会议和许多其他国际会议, 见证了前苏联的解体。可说是资深的苏联问题专家或苏联解体的美国功臣。 他是第42任美国总统克林顿的特别助理和发言人。 为克林顿就美国与前苏联15个国家的关系,提供建议。 他还做过美国驻希腊大使,美国驻北约常驻代表,对于国际关系驾心救赎。 拜登与特朗普在2020年总统竞选时,伯恩斯站在了拜登一边,是拜登总统参加大选的外交政策顾问。 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也算美国本朝的开国元勋,作为资深的外交家。 伯恩斯最大的外交污点,是他支持小布什总统发动了伊拉克战争。 伊拉克战争是没有任何道义性的。 美国绕过了联合国授权,理由是一包说不清道不明的洗衣粉。 截至目前也没有找到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期间,伯恩斯担任他退休前最后的两个职务。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美国常驻代表和小布什政府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 伊朗核计划的主要谈判代表,作为小布什的外交顾问。 伯恩斯支持伊拉克战争。 今天看来,伯恩斯认为那是一个相当严重的失误。 伯恩斯并没有在中国工作的职业生涯。 从公开报道来看,他对中国经常使用对抗一词,可见成见之深。 他是一位资深的苏联问题专家。 从这个角度说,前苏联的亡国之恨有他一份功劳。 这样一位对中国成见颇深的美国人担任驻华大使。 对于缓和中美关系并不乐观。 拜登总统千挑万选,最后选定伯恩斯做驻华大使。 一是相中了伯恩斯在国际政坛丰富的外交经验。 特别是相中了伯恩斯在俄罗斯的丰富工作经验。 二是相中了伯恩斯曾服务于共和党与民主党。 有跨党派支持的基础。 三是相中了伯恩斯曾是竞选班子的外交政策顾问。 与拜登总统遏制中国的外交思路心有灵犀。 伯恩斯来中国担任驻华大使。 对中国来说,算是碰到了一位手腕高明的对手。 但保持沟通总比断绝沟通要好得多。 对于不同的意见,只有开展坦率的交流,才有可能消除分歧。 求同存异,最后达成合作。 所以,虽然伯恩斯不是一位清华的大使,但对于伯恩斯的到来,还是双手欢迎。 因为这毕竟带来了一个沟通交流的机会。 两拳相害取其轻,外交上的唇枪射箭,从某种角度来说也不见得是坏事。 何况,事情也是会发生变化的。 受中华文明的熏陶,亲身见证一个真实的中国。 伯恩斯或许会改变对中国的看法,希望他承担起搭建中美良好关系桥梁的历史使命。 据纽约时报报道,拜登政府几个月前就基本确认要提名伯恩斯出任美国驻华大使。 但至今才正式宣布,部分原因是需要得到对方国家的同意,才能继续推进任命程序。 现年65岁的伯恩斯,是一名老牌外交官,有着丰富的外交经验。 目前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外交,和国际关系方面的教授。 同时担任阿斯彭战略集团执行董事,科恩集团高级顾问等职务。 伯恩斯曾在美国联邦政府任职27年,在民主党、共和党两党政府都工作过。 20、05年至2008年,伯恩斯担任美国副国务卿,是美国国务院排在第三位的官员。 期间推动达成美英核合作协议,推动伊朗核问题谈判等。 2011年至2005年,伯恩斯担任美国驻北约代表。 1997年至2001年,担任美国驻希腊大使。 1995年至1997年,伯恩斯担任了国务院发言人。 1990年至2005年,他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 还出任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特别助理,以及俄罗斯、乌克兰和欧亚事务高级总监。 在此之前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伯恩斯曾参与了美国的非洲、中东、苏联事务。 伯恩斯和拜登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2020年的美国总统选举竞选活动中,伯恩斯曾为拜登提供外交政策建议。 伯恩斯还和拜登政府多名核心人物有密切关系, 包括布林肯、苏利文以及约翰·克里等人。 分析人士认为,在中美关系陷入低谷的时期, 作为美国经验最丰富、最受尊重的职业外交官之一。 伯恩斯是美国驻华大使的最佳人选。 同时也凸显了拜登政府对美中关系的重视。 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向中国发出的一个积极信号。 表明拜登正在认真对待这种中美之间的互动。 伯恩斯不仅是一个政治人物,还是一个有政策背景的人。 拜登提名伯恩斯为新任驻华大使传了很久。 所以目前公布这一消息毫不意外。 伯恩斯作为美国老牌外交官,和拜登政府的理念是比较一致的。 他本人也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因此不会出现太不可预估的情况。 但是,对于当前的中美关系而言, 美国驻华大使这样的职务发挥的作用是比较有限的。 他只是一个外派的代表,本身仍然受美国政府、美国国务院的控制。 所以对于伯恩斯的提名任命,不用过分高估其可能发挥的作用。 据白宫声明介绍,伯恩斯曾多次参与美国对华工作。 在担任副国务卿时,伯恩斯曾推动美国和中国。 就阿富汗问题、伊朗问题、朝鲜问题进行了合作。 在阿斯彭学会担任执行董事时,他组织了一场和中国中央党校的政策对话。 多年来,伯恩斯就美中关系教课、写作、发声。 对美中关系有深刻的理解。 他法语流利,并熟悉阿拉伯语和希腊语。 在对华问题上,拜登政府面临这一系列的挑战。 拜登也多次声称中国是美国的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和一个不断凸显的国家安全担忧。 但值得关注的是,伯恩斯曾对中国有强硬表态。 伯恩斯今年2月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 美中关系对美国来说是最重要也最具挑战的关系。 我们正处在一个竞争模式。 我们不想把自二战以来, 在印太地区获得的军事主导地位让给中国。 他还呼吁建立一个包含日本、韩国、澳大利亚、 加拿大、北约、欧盟的联盟。 然后对中国说, 你们必须按照贸易规则行事, 否则将受到惩罚。 此外在杜克大学的一次演讲中, 伯恩斯还表示, 美国需要建立一个更大的联盟, 应对疫情、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 按时要联合盟国共同应对威胁。 4月15日, 伯恩斯在欧洲政策中心的研讨会表示, 欧盟和中国达成投资协议是一个战略错误, 呼吁美国、欧洲、日本团结起来, 采取更强有力的举措限制中国和中国竞争。 我们不能让中国分裂我们。 不过, 伯恩斯此前在接受采访时也曾表示, 中美关系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 双方应该在特定领域推动合作。 我认为, 大使作为两国关系前方代表, 能发挥的作用有限。 但伯恩斯作为职业外交官, 履职后应该会对中国、 对中国人民, 做出一些相对温和的表态。 作为大使, 重要的是不要因为自己的言行, 让两国关系受到伤害。 这一点伯恩斯是可以做到的。 上个月, 中国驻美大使完成文化。 据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网站消息, 7月28日, 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已经抵达美国旅行, 抵达美国的当晚。 秦刚对中美媒体发表讲话, 他说我相信, 中美关系的大门已经打开就不会关上, 这是时代潮流。 大使所趋, 明星所向。 他指出, 中美关系处在一个新的紧要关口, 既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 也有巨大机遇和潜力。 何去何从, 关乎两国人民的福祉, 关乎世界的未来, 一个健康稳定发展的中美关系。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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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